本期话题 吃香蕉可以减肥吗?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本身香蕉 它含有人间的很多微量元素 比较的营养物质 它比较丰富 但是脂肪含量很少 然后它本身就有润肠通便 就有降质效果 所以通常我们就会考虑 用香蕉来代替主食减肥 但是我们一般是 主要用香蕉减肥 主要是用香蕉早餐 因为一个香蕉和一碗米饭来比较 它的能量大约是它的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减肥 我们如果吃一个香蕉来替代一碗主食 那肯定就有减肥效果 但是它又能够保证 其他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和蛋白 是比较的物质的需求 所以我们可以选用香蕉来代替主食 它代替主食 比如其他餐前也可以用吃一根香蕉 那么减少主食水素量不得是 所以也是可以达到减肥效果 我们下期就会找到减肥效果 那么减肥效果 但是我们下期就会找到减肥效果 所以我们下期有用 如果我们下期有点减肥效果 所以我们下期有点减肥效果 那我们下期有点减肥效果 那么中心减肥效果